欢迎欢迎 法好下午 美国财长叶伦访问北京的重头戏 会见大陆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 美联社分析 叶伦口中针对性的行动 指的是限制对中国科技输出 另一边何立峰则是开掌牌 就提到今年二月 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的事情 但是很遗憾的 就是由于一些像飞艇这一类的突发事件 导致了中美关系 在达成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共识方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 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努力 不只口头说要共同努力 几天行政中 大陆方面可以说是给足了叶伦面子 从总理李强 副总理何立峰 到人行行长易刚 甚至已经退休的前副总理刘鹤 跟前人行行长周小川 都先后跟他碰面 美国媒体分析 这凸显中国大陆真的是抓准时机表态 不想跟美国脱钩 结束四天访中之行 叶伦离开北京前表示 美国不会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 否则会对全球带来不稳定影响 他说相信美中两国会继续保持沟通 电视讯人张志明 庄志伟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在身边都看一看 追悟电视图